今天呢我觉得那个既然院长也已经出来讲了嘛 那我觉得最容易的一个检调单位呢 应该要让整个事情的还原 他可以按键他需要调查没有错 可是对于影片本身来讲 他是身伪的还是不是身伪的 其实他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从这个已经告发到现在 其实已经过几天的时间 从技术层面来讲我再讲一次 从技术层面来讲呢 他是非常容易辨识的 因为连我的IT啊 我们的这个IT的人才他都可以 而且在这个国际上面来讲呢 他身伪的辨识啊 他有这个deep learning的时候 他会让那个图片自己去讲说 这个是虚伪的还是不是虚伪 所以他其实如果说这个影片呢 他是假的 然后检调单位呢 在这个时间还不调查 还不让把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真的是身伪的情况之下公布的话 其实他是造成一个整个社会的 这个误导的现象 那规则的对象会是谁呢 当然还是行政单位 因为你很可以在第一个时间 就让事实的真相出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记得原来啊 我们在讲defi的部分呢 那时候我们在讲说 台湾版的这个恩浩房事件 那我们我那时候当司法把制委员会的招委 那个时候呢 没有人在乎 然后民营党也不给牌 因为我那时候在讲社会安全网 怎么样补 然后甚至我讲说 这是你们蔡总统的政见呢 那我们应该赶快建立 不准就是相关的案件 不过就是不过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牌了 你知道吗 发生了高嘉瑜的事情 发生了小鹰的事情 哇迅雷不及言耳 马上隔一天 然后这个牌案的东西 就全部都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的情形呢 其实民众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呢 是民众现在呢 看到这些的影片 你与其为什么不让事实的真相 可以赶快出来之后 民众自己可以做一个做做一个一个决定 尤其零这个选举的时间 已经这么逼近了 你反而要让这个事情呢 继续的发酵 是不是身伪是不是defect 其实在第一个时间 已经可以辨识了 调查局明明就说 一天就可以出来了 那如果真的是对选情有影响的话 不是应该赶快把它公布吗 如果是假的话 其实赶快公布的话 老实讲对罗志正 也是比较公平的一件事情 况且我们现在这个尾巴正在冲突嘛 其实那个以色列 他们也针对很多巴勒斯 很多那种假的AI的这种伪造的影音资料 他们也是用那种所谓新的一个软体 用AI去制AI 所以相关的这个资讯 其实本来就应该存在在我们的调查局 或我们国家的体系里面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戒选 我就问我们中共好了 中共真的要戒选 为什么要挑罗志正 要挑我也挑赖清德吧 对不对 对整个台湾选举 还有影响吗 挑罗志正 它的重要性到在哪 这个很奇怪的件事情 另外就是他跟小英子 这所谓的录音党 录音党的内容 说实在话 当然是很多是国家的机密 但对于罗志正的一个选情来说 他有个什么重大性的爆料 也没看到 他真正目的其实是要去挑衅 所谓蔡英文跟罗志正之间的关系 因为罗志正 他看起来好像就如果这个这个英党是真实的话 看起来好像他就在底下偷录音 那为什么跟一个总统的对话 你会有一个偷录音或录音党的传出来 这才是大家民众所担心的事情嘛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罗志正这个事情 这样看起来某种程度好像是一个民进党的一个新北市的一个前哨战 虽然现在是选立委没有错 但是这个这个毕竟罗志正经过之前 所谓的这个桃花的风波之后 现在看起来又活起来嘛 所以因此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两个 那么奇怪的一个这种内容的影音 这当然是值得引人疑斗的这样子